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叫出来了 好 我们先看什么叫破坏式创新 破坏式创新怎么看 我刚刚讲过对不对 横轴是什么 时间 纵轴是什么 性能 性能是什么性能 产品 技术 的性能 还有创新的性能也算 对不对 好 那你再看一下 破坏式创新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三条线 有三条线去决定出它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出来 哪三条线 先看一下第一条线是什么 黑色的实线 第二个叫什么 黑色的虚线 第三条线是什么 蓝色的实线 那我们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黑色的实线 这边的标题叫什么 技术进步的速度 你可以直接把它当作是 来自于厂商供给面的因素 厂商可以给这技术的性能 进步到什么程度 那再来 你看一下 黑色的虚线 这边的标题叫什么 顾客能吸收而且利用的功能 那我们姑且可以把它当作是什么 来自于市场面的消费者可以用的功能 到底程度到多少 那我们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黑色的实线 会比黑色的虚线来得懂 原因 来自于说 你的厂商 常常会一开始 它给予你的技术的功能 或产品的功能是不如你的一起的 你看一下这个前面它比较低嘛 对 可是渐渐的 它会越给越多 给你一些你不太需要的功能出来 例如你的手机 其实你的手机 其实你最常用的功能 就那几个而已 收简讯 GPS 网路 打电话 传选讯 这样就好了 对 可是它给你更多的功能 就例如这条黑色的实线一样 你会发现哪 越来越用不到 远超过于女市场上面的需求 所以它会离 黑色的实线怎么样 越来越远 没有问题吧 那你呢 你一开始 你对于产品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你会觉得 一开始产品的性能 不符合你的需求 然后去逼迫厂商不断的做做做 做到这个点到 这个点到 之后 你会发现 即使你对于产品性能 技术性能的需求的成长 还是不如厂商给你的那么多 那我们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厂商通常会给你塞那么多的功能或性能给你 因为第一个它要竞争 为什么要竞争 因为它想办法给你越多的性能跟功能 来甩开他的对手 来跟他的对手有所差异 这是他在想的事情 可是他往往到最后 他不会去想到说 你要的功能其实就只有怎么样 一部分基本的就好 那我们再解释一下 这两条线 黑色的两条线交叉的这一个点 其实就是Christensen的第一本书说的 这个点的行程叫创新的两难 因为他说 这点行程之后 点行程之后 厂商会开始遇到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你要不要把技术继续越做越好 就走这一条黑色的实线 还是你要拨一部分的资源下来做 蓝色这一条线 蓝色这条线其实就是所谓的叫做什么线 破坏市创新的线 那你看一下蓝色的线跟黑色的实线 差一点那样 是不是蓝色线比较低 低的意思是什么 对出来叫什么 技术的性能 产品的性能比较差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不断的把产品越做越好 售价越来越高 完整性越来越强的时候 市场上应该会有一群人 也很想要你这个技术 可是因为你太贵 你功能太多 太贵 而没有办法买得到 他们没有办法满足 那就形成了一票的就是说 他想要你这个产品 可是你却没有办法供应它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产品做基本的就好 基本的呢 把售价压低去满足这一票 怎么样 没有被满足的 其实这个概念就叫什么 突然是重新的 听懂我一直没 那我们再讲下去 通常说老师 那这个点切到了 厂商知道吗 我告诉你他通常不知道 他通常不知道 那就算他知道 可能也都over这一点很远了 他才会发现原来我已经不知不觉把产品怎么样 做得太好 功能太多 远超过于消费者基本的需求 这样了解没 我觉得他的概念其实就在讲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不过这有一个两栏 两栏还有一个点就在说 你的公司资源是有限的 那在有限的资源底下 你如何一边去做高升的技术 一路把它攀升上去 再拨一部分的资源 下来做破坏式创新 这就是在公司内部资源上面很难拿捏的地方 因为基本上我们都假设 一家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 力是有限的 那所以呢 你如果在轻忽这个蓝色破坏式创新的空间的话 而不断的走黑色实现这条路的话 其实你无意间现有的厂商会打开一道门 让新进的厂商从下面蓝色这个 做基本功能就好的空间 切进来去满服 没有被满服的消费者 那你就会被在怎么样 一个金字塔关的 就是一个市场的金字塔 你的这个叫做现有的厂商 会不断的被抬升到上面 这样你的钱售价是很高 品牌定位是很高 功能是很完整 不过你的市场战略会越来越小 那甚至很有可能 你最后会被这些所谓的 比较基本功能 够用就好的产品怎么样 取代一下 因为通常谁都喜欢走蓝色这条线 谁最有利 行进厂商 就如我们上礼拜讲的 谁 麦西科 我们上礼拜讲的 黑色的这群人 就是谁 Oracle, IBM, Microsoft 我们上礼拜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